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 欢迎收看1500新闻大白话特报 我是主持人翟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邀请您现在同步拿出手机平板 或是开启电脑来搜寻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别忘了要订阅分享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互动 同时邀请大家可以下载TVBS新闻网的APP 在画面右下方会有卡扣 扫描之后开启推播 就可以掌握最新最快速的新闻消息 我们就先来欢迎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公园人士郑春琪 大家好 还有前例委郭振亮 大家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因为现在这个五倍券 今天开放让大家来修改 上个星期人家就觉得说 扰民啊 那明明就是这个廉价结束之后 你开放早上九点钟 让我们数位绑定 很多人可能很着急 很多人可能是卡了很久 很多人趁着上班时间 偷偷赶快去登记 也许不小心手滑了 就登记错了 但是这一次不行 下好离手不能改 也造成了一波灾情 大家赶快打电话去1988 想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改 我那个有一些数字打错了 所以今天政府又挑了一个上班日 让大家来修改了 又是新的一波灾情 我们来看现在这个五倍券 到底你要玩到何时 现在让大家觉得好累 政府你好开心 人民觉得好疲倦 就连我们的高精 都用了这一张图 他说看看这个五倍券绑定 人民在这边 想要解开这个五倍券 明明是苏贞昌要送的礼物包装 这个包装让我觉得好自豪 我们想要拿到里面的礼物 这个绑定真难解 大家都眼花缭乱了 所以高精讲说 官员你只出张嘴 但是百姓是跑断腿 相信这两天也有很多人 趁着假日的时候 星期六星期天 赶快去超商来做绑定 我看到我家附近超商都在排队 大家在那边按那个iPhone 或是Famipor在那边 想说用纸本来绑定 比起在家里面可能会快速一点 因为在家里好像也是脸不太上 所以去年的口罩排队 还有登记纾困也是要排队 领三倍券也排队 我们台湾人这么爱排队吗 还是政府逼得我们不得不排队 今年也好快筛也是排队 预约疫苗排队 五倍券又是排队 为什么总是要让我们排队 而现在其实在PTD上面 大家也有一波声浪 就想说 现在不是说要降级要解封吗 那戴口罩就算了 那你一直让我们门口 都要扫描的实联制 到底要不要取消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好像也没有在使用实名制 实联制 我们每次大家要去买个东西 也都是要在门口扫描 所以民众已经有开始受不了了 防疫疲劳 你一直让我们排队 一直让我们累 但是有没有相对应的真的拿出这些防疫的绩效 这是让大家打问号的 可是不止如此 连高雄不知道是不是让大家抽签抽上瘾了 今年的高雄的国庆 只开放两万人进场 所以说十月一号大家又要去抽签了 就是一人中签两人同行 又要搞抽签 他觉得大家很喜欢抽签 人民最爱抽签了 连去看个国庆都要抽签 甚至我们看这边五倍券的街头访问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就是现在的政府所擅长的 这是人民的声音 但是我们看包含了国庆也好 包含了五倍券也好 因为各些事有放大 高雄其实他们也有一个数据出来 他说因为我们加码加得最多 所以有破63万人来绑定对接最广 但是我们真的要提出一个挑战 因为据说只有九家业者可以使用绑定 所以人家想说那我们来绑定做什么 又是扰民吗 真的是搞得大家好忙好累 然后又不好用 今天还有人我的同事还说 我之前原本数位绑定 我今天是不是可以改成纸本 不行 那只是说你数位绑定 写错字可以改 你现在没有办法反悔变成纸本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我们政府做了这么多 烟花式的这些执政动作 我们现在其实举债也是创新高 蔡英文执政六年举债两兆 这个是王鸿辉统计出来 换句话说我们一个人 现在每个人大概背债24万25万 他说今年增加的这个债务 大概都可以足够大家买三支的 iPhone最新款i13 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 这样子做了好多举债好多 可是又感觉不到成果 可是这样的说法 苏贞昌很生气 我们先来听一下 选文蓝银批政府举债高达2.2兆 还说近年都用特别预算来规避举债数字 那院长怎么看 这是错误的讲话 大家可以仔细盘点 马银九执政八年 增加债务一兆七千多亿 蔡总统一直坚持财政据例 上任快六年 我们可以看出哪怕因为疫情 因为纾困要花那么多钱 我们只有增加三千一百亿的债务 远远低于马政府 对又要马维拉了 所以网路上面有这样子的梗图 到底是谁债留子孙 过去蔡英文是抨击马银九说 举债 然后像这个吉娃长这样 这样子吼叫一般 可是自己举债快两兆塔律班是怎样 像咪咪这个样子 所以又是一种双重标准 不光是这样子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说 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兵凶战 我们这新兵训练要下部队 还有可能会中金马奖 这些所以未来当兵不是那么好玩的 现在这个疫情恐怕是要拉长了 再加上我们这个国防的预算 也是创下新高 所以现在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累是我们在累 钱是我们在出 但最后我们的日子真的有过得比较好吗 亮哥 我觉得那个 你讲那个排队 排队事实上分两种 一种就是东西不够 比如说疫苗 疫苗那就是用抢的 那有的是五倍券 五倍券我觉得这个是最不能原谅 因为事实上并没有短缺的问题 那你系统花了9.7亿 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软体 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彻查 因为比如说我们台湾 我们事实上有很多 软体的那个购票系统 比如说高铁 或者是你去那个看演唱会 也有那个上网的登录系统 没有看过这么烂的系统 那为什么到底是谁得标 那到底是哪一个单位主标 这个要说清楚 为什么花9.7亿 没有一个修改件 有些人说是唐凤 可是也有人说是 事实上是官报网络 那家公司做的 就搞不清楚 我昨天有看到唐凤一个说法 他是说 因为都是厂商端的系统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让厂商端来设计这个东西 那就更让人质疑 9.7亿 那如果都不是你们做 都是厂商在做 那9.7亿是花哪里去 你当然一定要配合一些银行 跟你接轨 这是必然的 如果连这个你都不能够 互相签合约来保证 那你那个系统怎么回事呢 我就讲这个实在是太借口了 就是这个立法院 应该是刚开议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做专案报告 因为刚开议 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媒体 刚陆续在报道 那如果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归科技或财政委员会 他们应该要请他来做专案报告 因为台湾真的没有过 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么糟糕的 这个实在是太泥土了 另外一个举债的问题 坦白讲就是特别预算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近几年来 事上是太多特别预算了 比如说钱瞻 比如说纾困 还有购买军备 那特别预算 你当然没有放在公务预算内 你没有放在国家的 你看今年的军购预算 你就知道了 就是我们明年的总额是超过5000亿 是 5177亿 这个大概是 大概是蒋经国以来最高了 我们民选之后最高了一次 那里面就有包括特别预算 有包括基金的预算 然后还有 后来又加了这个 说要做精准飞弹的预算 对 那个事实上也是特别预算的性质 那可是你去看公务预算 就只有3700亿 那你如果 苏珍商他如果在算债务 他肯定是用 国防部的公务预算来算的 所以他就会说我只有3000多亿 就没有把特别预算算 事实上你是5177 对 那里面 你而且很多是逐年摊题 所以比如说基金预算 特别预算 今年可能都只有摊四五百 是 因为今年是开始摊那个 F16V的预算 我有看到特别采购预算 2400亿分五年 所以加进来这一次 才到达这个5177 那F16V也是 他也是分四年摊题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可能就是你每年都会有这笔钱 可是他都没有列入你的公务预算 可是具体那个钱你还是要支出 所以你在做账的时候 表面上就看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搞 因为我们的宪法 有规定 比如说教科文的预算 一定要有15% 所以你如果通通都把它列入 变成公务预算 变成国防部的预算 那我们的教科文预算就要再增加 那这个钱编不出来 讲白了就是这样 所以他故意把它弄到基金 弄到特别预算去 然后他就可以说 这个教科文的预算 还是有到15%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有点在跟我们玩数字游戏 对没有错法 我们原本的国防预算 他就是把它编到特别预算去 然后买美国的就编到我们原本的 对 因为你如果都放到你的预算 那你的预算总额就增加 那预算总额增加 你教科文预算就要15% 那那个钱他就编不出来 所以这个坦白讲就是巧门 那我也不能说他作弊 可是就是说巧门 让一般人看不出来 是 他事实上还是有列在总预算表里面 可是一般人就不一定看到 那虽然就是不幸被王洪威看到了 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就被凸显 对 那这个当然你就要共同面对了 因为小英子增6年 不到6年 就是5年多 特别预算真的是太多了 特别预算 那你这个就已经 不能够用寻常的预算法来讨论了 是 那当然就会造成未来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感觉起来 我们的债务是越来越多了 当然就像亮哥讲的 有很多的数字游戏 包装之后我们是察觉不到的 那我们人民想感受到的是什么 好吗 你既然花这么多钱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方便 至少我们野门前的五倍券也好 我们野门前的疫苗预约也好 让我们感觉是觉得很流畅 真的是有天才IT大臣加持的感觉 可是不是 政府只会让我们感觉很忙很累 很混乱 然后也没有相对的这种幸福感 郑老师 我还是先回应他那个债务 朱贞昌拨在那儿 对着镜头讲 他六年蔡英文制作 只有三千一百亿 他说马英九是一照七千多亿 那刚刚因为郭正亮当过立委 他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玩 他看起来讲得有点 指出事实不是他讲 是真的讲 他有点无奈 我是不同意的 我得管他了 你借钱买房子 你借钱买车子 你跟借钱当铠子 你就是借钱 是 你这个钱这样花那样花 管你那么多 你就是算总账 那第二个 你六年来是不是真的 只有举债三千一百亿 你讲 你从你接的那一天财政状况怎么样 六年之后今天怎么转好 只有三千一百亿 我是不相信 第三 那你拿马英九做对比 刚刚阿亮讲的那些技巧 那些操作能力 同样 如果用那样的能力 搞不好 马英九说我只借五百亿 那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拿来比呢 所以好好的 你们今天在野党 他拔岸 你看对着镜头 讲得这么清楚 只有三千一百亿 你这一点没撒掉 跟他问我清楚 我都问了 我不能够听着含糊 讲他说他很会作战搞这个 我不接受 如果负债是活生生的 你玩账面游戏 再能够跑掉吗 能够飞掉吗 能够蒸发吗 不可能嘛 所以说这样明目张胆的功能呛 那就好好的跟他对干 要不然在野党就是失职 管你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 还是什么激进侧义 你就这查嘛 第二个回到这个有关绑定 实在是 你今天如果第一次 没经验没话讲 三倍券已经有经验了 你五倍券再犯错 第一个就已经不可原谅了 你没有经验没话讲 有经验再犯 第二个 你连这个可以更正这个东西 都没有设计在内 你过这个讲得过吗 这个品质 第三 唐凤怡问说不可能更改 你大神竟然犯了错说 不可能更改 不可能补救 结果一天就转弯了 说他竟然可以 你光这种反复 唐凤你自己怎么 你怎么交代 你不是说不可以改 改不来 为什么没白身 还不立即担 所以我说可以 你们这些搞什么东西呢 你一开始设计成这样子 你唐凤不是神吗 九五点七亿怎么可以接受这种 结果效果不好 叫你改进你还说改不了 结果自己又啪啦一掌这样打下去 是 那你们在这边乱也就算了 今天背心 我今天也看到联合报 一个小声音讲说 如果你去绑定至少半小时 你拿到那张 到时候再去兑现 又去排队又要半小时 两千三百万人认定有份 一人一小时就两千三百万小时 对 你现在看到有形的 就是程序困扰 大家问这边到底怎么办 最大的答案就是无啥啥 啥不 不知道要怎么办 就大家手忙脚乱 然后犯了错不能改 这些已经很烦人了 很扰人了 你把简单的复杂化 你把变民变成扰民 更何况你弄出来之后 无情的刚刚讲这个时间的消耗 这些你都没算材来 八是让你这样 我常说就不敌不敌到八是骂骂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进入 所以我说这个简直是到了极限的 好 第三个有论点 民进党是真的验头人 无灵性 不是 这要弄五倍券 一定要用这个资本 不给现金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很多人都讨论过 这不合理 简单是为什么要复杂办 而且搞得老百姓很辛苦 对 原来合乎民进党的利益 就是他们上市三倍券 发现给现金的话 大概那个信息有三四百条 就一声就没了 八是拿到钱很好用的 他们没新闻可以拿 然后上市三倍券 妈啦 骄啦 但是七千几条 你怕你怎么这么败嘴 像我们这几个这么说 这都是新闻 因为这种人没有能力做好事 做不好的事 给人骄也觉得很爽的 这就有露脸 你看书贞昌 像刚才可以睁着眼睛说一下话 面对鸦头说八糟话 他也要这个鸦头 他有出现装臂 没有出现得好 所以你到最后发现了什么 不是无能 这种根本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拿老百姓来开玩笑 他根本不在乎 他就是从他执政利益 他知道露脸 七千多则的这个上电视 那上媒体才是他可以到处秀 真的是 我们的钱照顾一般的 应该倾固就可以 这种就是叫露脸 第四个就很怀的 广告里面那个商业广告里面的饥饿行销 明明这种饭是应该给你吃的 他挑递给你唱 不然给你吃 你吓 你吓得要吓唬去拜队去唱 去这样好 搞得变变 他觉得这样很努力 我应该吃的饭 凭什么你把我抢走 造成我的饥饿 然后玩饥饿行销 然后让你在那边市政上 在那边虎搞虎搞 这个是政权吗 这个是人民公仆吗 他们是皇帝还是恶霸 可以这样子搞吗 所以这些交易就是嚣张到的基点 早就该推翻了 对 其实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举债 搞不好这还不是最后翻牛的数字 财 先我补充一句 他刚刚说举债只有3100亿对不对 我们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 为了特别预算还通过这个条例 光是前四年就编了4200亿 对 光是一个前端就 那4200亿就是债务 真的像这样睁着眼镜瘦下后宫 所以这些数据都查得到 每次书贞商都是这样子来糊弄大家 政兴纾困也是特别条例 不然怎么编钱 所以反正特别条例不算进来 我就让你们不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举债两兆 搞不好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是说 未来我们这个新兵训练 还要再恢复下部队 有可能再中金马奖 今天这个苹果的标题写得更狠 就说爽兵没有了 以后大家就像兵凶站围 要恢复到之前这样子的训练的方式 但是这会不会也是美国爸爸 希望我们这么做 因为前两天才有这个 我们要加入环太平洋军演 这一系列的 甚至是说他要卖给我们一些军武 说一次买足 会不会都是在做一些布局 我们现在接下来开始 这部队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设备 或等等 那是不是都要从这个美国爸爸 的行销层面来看 这个枪声音响 这黄金万两 对于美国爸爸来说 这样子的话 我才有更多的这个行销的方式 管道来卖给你军武 那个军售当然是 你去那个鱼砂飞弹 一次买足一百套就是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 美国人认为你的后备军人 没有战斗能力 因为我们要跟美国的 那个国民兵接轨 对 然后目前是以那个 职业军人的退役的后备军人为主 可是那群人人不够 因为那群人很少 是 就是职业军人的 然后他们退除役之后 因为服役比较久 所以就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所以现在就是要展现 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四个月的 役务役 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的训练的 就要表现给他看 说他们有下部队 有到外岛等等 就是做给美国人看 那事实上能够训练多少 我真的要打个问号 尤其是到外岛 去外岛大家都知道 你要等船 你光是坐船去 然后大概又要退伍 对不对 所以四个月的兵 坦白讲你到外岛 真正受到训练最多两个多月 亮哥今天还有人问邱国正 就说有没有要恢复真兵 邱国正是说 如果外界有这样的讨论的话 国防部也可以来讨论 这蔡英文有可能会恢复真兵 我觉得不可能 这个没有人敢得罪 这个你可以去做 林清明的民调 这个没有人愿意 我觉得两党恐怕都不会提出 这个正式的主张 而且这个要修法 这个要修法的 那目前确实 因为我自己是海军陆战队退伍的 我很清楚 你一个兵 要训练到他有一定的战斗能力 那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 那如果是目前这种海空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鱼叉飞弹好了 鱼叉飞弹你真的买进来 要熟练他的操作 那不管是飞弹部队 或者是海军也好 你至少要训练半年吧 而且那些标示都是英文 你四个月怎么可能就搞这个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产生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士官比兵还多 现在已经造成这个现象了 因为大家知道现实问题就是 没有受过一定时间的训练 你不可能让他超级高科技的产品 对 那现在的军武都是高科技的产品 所以都是士官 所以士官一大堆 所以这个四个月有什么用 我坦白讲 这个四个月的兵如果能作战 那全世界大概就不用真兵制了 所以您认为这不跟他们 这完全做形象的 就做着美国看而已 可是美国人坦白讲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因为美国是支援很多国家的 韩国跟以色列就是征兵制 韩国当兵是当三年 以色列是男女都要当兵 至少两年 那美国人会不知道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就是要下部队了 要去外岛 这美国人看一看就说 这四个月的兵没什么用 他心知肚明